傅子春这次放开自己演变态 民事提供 记者红素京台北报道 恐怖情人是他 傅子春在民事幸福来了饰演人格分裂的变态医师 日前傅子春竟压抑不住对王瞳的爱意 指导王瞳闺房 更双手捧起王瞳的头发大力吸气 而脸上露出的表情让观众不寒而栗 傅子春满足的微笑在观众脑海中久久不散 这次演变态医生也让傅子春压力爆棚 他直呼没有一天睡好过 在床上要反滚一两个小时才会睡着 且整个人变得很紧绷慌张 还常常睡到一半惊醒 傅子春第一次演坏人 且此坏人有别于其他坏人人前人后就是个坏蛋 傅子春表示第一次拿到剧本 觉得很有趣又很有挑战性 这次自己的角色是人前世乐观开朗的医师 但人后又是个变态的黑暗人 让他觉得演起来很过瘾 笑说要演到让大家恨得牙痒痒 傅子春这次放开自己演变态 明示提供 明示提供